那陰間和地獄是否一樣 陰間在聖經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地獄 一個意思就是去死人的地方 因為聖經有詩人說到 我去到陰間那裏 其實那裏講祝是 即不是說他們去了地獄那裏 他們肯定不是去地獄 所以有兩個意思 有些是真的去地獄 有些只是說我去死亡的領域 死亡領域如果屬神的人 在舊約都一樣去到神那裏 例如摩西和伊尼亞出現都是榮耀的 和耶穌在一起出現的時候 他們兩個不是好像在等候室 好像還穿著病人袍在那裏 它不是一個很苦的狀況 摩西和伊尼亞出現的時候 在登山變形的時候 都是榮耀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都是去到天父那裏 但是為什麼 蘇宋龍那時候 去找那個 薩武爾 對 薩武爾 從地上上來 地上上來 地下上來 是 那這件事情 到底這個解釋是什麼呢 其實 就是有各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薩武爾可以出現 是否因為這個招鬼的婦人 因為和那個招鬼的婦人無關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為什麼從地上上來 我回應就是 這個招鬼的婦人 其實那些人招鬼 因為都有不同的紀錄 其實她不是招那個死人 因為他們有時候說得出那個死人的事 但是有時候說錯的 就證明了 其實她招那個死人 是招鬼的 但是為什麼薩武爾會出現呢 我覺得是神給薩武爾在那時候出現 她指責她 應該是指責掃落 亦都被這個婦人知道 你做的事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是神給她出現 那她從地上上來 這個 為什麼不是天上降下來呢 為什麼在地上上來呢 我覺得這個不能夠證實 她在下面上來的 這個只是 當時出現的方式 是否由這句說話 我們就證明她從地上出來 就不從上降下來呢 我覺得是不可以證明 這個不能夠肯定來證明 是一個不清楚的經文 聖經有一個不清楚的經文 不是神的問題 只是聖經不是一本百科傳書 什麼叫百科傳書呢 不過世上的百科傳書 都是不齊全的 如果真是百科傳書是怎樣的 你一查天堂 她會說給她 天堂是怎樣的 你住在那裡是怎樣的 天堂那些花草樹木是怎樣的 那叫百科傳書 就是什麼都說了 你得救的過程 其實聖年做什麼的 人家住的時候 裡面有些什麼發生的 你改變是怎樣發生的 就會 什麼都列出來 但聖經不是這樣的 我都希望聖經是百科傳書 不過聖經不是 神簡水又不是 如果百科傳書 我就問她 避提是什麼時候 很簡單 聖經說了 避提是什麼時候 有沒有千里連 因為這個是有爭論性的 為什麼 因為聖經說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審判是信耶穌和不信耶穌 一起審判 是耶穌降臨的時候 馬太福音25章 和天國比喻 馬太十三章 都說到 收割的時候 那些天使來了 墨子、蔽子 收割 一起收割 一起審判 所以 不用等一千年 到底 啟示錄那一千年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她沒有說是千里連 不過那些人就覺得是千里連 這個名字加上去 但是一千年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是有不同的解釋 不過現在我不是解釋 這個要長時間 這個就是聖經 不是很清楚的經文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求神 去帶領我們明白 我們現在在地上 可能都不得到一個絕對的答案 被提呢 我就覺得很絕對的 因為你如果看上網看 五個要點證明 最後被提呢 就很清楚的聖經的經文 就是有些經文是不清楚的 就是這個其中一點 就是地裏上來 為什麼地裏上來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